国民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 打得有点辛苦 而在宜兰是派出了宜兰媳妇 也是有知名度的国建署署长邱淑提 来力拼寻求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林聪贴 披着政务官形象上阵 希望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 来 候选人 邱淑提 邱后选人 利落短法粉红色背心 宜兰县县长选举 国民党派出邱淑提 他曾经担任宜兰县卫生局局长 最后一路当到国民健康署署长 这次为了选战 披上战袍 要与政务官的高知名度 让宜兰变蓝天 到国际 我们台湾的外交形势这么困难 我在国际选举没输过 那这样的人 你有国际的历练 你有政策的历练 你再回来参与基层选举 人家就给你乱贴一个什么空降的标签 博斥是马总统的空降部队 说到机动处 邱淑提 动作加大 强调自己获得多次模范公务员奖项 办事能力绝对没问题 不过对手是寻求连任的 现任宜兰县长林聪贤 在当地苦心经营已经超过20年 我就是带进来新动力 现在这个县长 他对于国际的动态 他对于所谓的政策 应该做成本效益评估 这次选情 一般来说 大家都觉得这场选举很冷 那应该也可以反映出 现在选民对普遍政府的不信任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双方护咬对方阵营都缺乏执政成绩 但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在一块 先议员 罗洞镇长还有邱淑提 有中央政务官的加持 国民党真的能发挥优势吗 这也是一个转机 那我觉得现在的行政力跟执行力 是最重要的 选民要大家要了解 并不是选男力 我觉得我们要对一个选 有执行力 亲和力 宜兰媳妇邱淑提 要用专业为家乡注入新力量 但最后能不能摆回一拳 就看政务官这张牌有没有效 旅渐TV成员网米飞一览报道